這次這個氣球的事件可以說是歷史上 美國第一次在本土的領空被外國入侵 這件事情我想是相當於震撼程度 我相信不下於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都是在美國的外圍 就是夏威夷都是遠離美國本土 這次是直接在美國本土的領空上面入侵 這件事情我想無論如何都會導致中美關係 是急劇這個惡化 你看到現在奧林肯已經被迫推遲訪華 他都不敢說是取消 只是推遲 這件事情現在很多人就在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上來糾纏 比如說這個氣球是不是軍事用途啊 還是民用啊 或者說這個氣球是不是真的這個 好像中共那樣說 是因為不可抗力進入美國的領空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我記得我做記者 第一次接觸到氣球這個名字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很多年前 廖承智 當年是中共主管港澳事務 最高級的領導人 廖承智曾經這麼說過 就是叫我們香港的左部 不要裝得太官方 好像人民日報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中央都要借你們來放下氣球 所以放氣球這件事呢 在中共的那個術語來講呢 實際上就是說 用來探測各方面的反應 因為不可抗力而入了這個美國領空 但是呢 實際的情況呢 就是說 由此而引起的各方面的反應呢 恰恰就是中共想知道的東西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氣球呢 現在打流上來的資料 它的殘骸呢 是顯示它是有攜帶炸藥啦 那很明顯呢 它有一個軍事目的 軍事目的是什麼呢 即使它沒有裝置武器 但是它一樣是可以偵察美國的預警系統 看你這個預警系統有沒有漏洞 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呢 它由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進入美國國境 一直是到去到蒙特納 才是被人看到 然後這個美國的軍方才是出來承認 那至於它是不是在阿留申群島就已經被美國的 預警系統監察到呢 有沒有人知道 美國軍方沒有人出來講話 現在是去到蒙特納州 它那個高度已經是降低到肉眼去看到的時候呢 才是在蒙特納州呢 是被人家 被這個普通人看到 而引起這個政府的反應 換言之 在當它進入阿留申群島的時候 美國的預警系統 可不可以及時捕捉到它 跟蹤它 和呢 監控它的行程呢 那這個呢 現在呢 美國軍方呢 到現在為止呢 都沒有出聲 即是說它自從它進入阿留申群島 至到蒙特納這段期間的狀況呢 說明一 可能美軍呢 是捕捉不到這個入侵的氣球 或者它捕捉到 但是呢 就是不覺得它這麼重要 因為以為它就是普通的民用的氣球 捕捉到而沒有發警告 就是沒有通知這個美國總統 沒有通知美國的民眾 第三呢 可能性就是捕捉到 一直都在跟蹤著它 但是如果是捕捉到 而一直跟蹤著它的時候呢 為什麼要遲到這個幾天之後呢 都會飄到蒙特蘭州的時候呢 才公開這件事 即是無論如何呢 起碼這裡呢 就是被一個氣球大搖大擺 這樣從這個阿留申群島一直走到去 去蒙特納這段期間 那個美國那個預警系統 能不能夠即是及時捕捉到它 這個東西已經是一個存疑 如果你說去到蒙特蘭州 如果你知道它是由阿留申群島 進入美國境的 然後去到阿拉斯加 然後就飄過這個 加拿大再進這個蒙特蘭州 如果全程都是你監控的 那就是說你的預警系統是很成功的 如果你的預警系統是很成功的 為什麼你不公布蒙特蘭州之前的這個飛船的動態呢 始終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考究的問題 這次這個飛船這樣子是如入無人之境 就令我想起呢 就是在2021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有一個福建人 在碩斯這個城市落海 就拿著一架由淘寶買回來的橡皮艇 加了一些特殊的裝置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快艇 然後用十個小時的時間呢 由碩斯一直開到去台中 在台中登陸 都沒有人知道 直到登陸了之後呢 就是它因為經過十個小時的開船呢 就是很累了 就躺在這個台中海岸上面呢 休息一下 就被人發現了 就報警 然後就抓了它 抓了它的時候呢 它就說呢 它是來尋求這個投奔自由的那樣子呢 就這個姓周的這個男子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是投奔自由呢 還是說它是解放軍冒充的一些死事 本屁 就是來冒這個坐牢的危險 來測試 你從福建來到這個台灣 台中這裡 沿途你 會不會被台灣的海防 或者其他的預警政策系統 那麼 偵察到呢 這樣 但是你從它 由碩斯一直開到去台中 登陸了 都沒有人知道 就可見得呢 這個會不會就是台灣一個 安全的一個漏洞呢 為什麼台灣的雷達系統 沒辦法捕捉到它呢 當然事後很多雷達專家在那裡解釋呢 因為這個那個快艇速度就是 體積很小 速度很快 就是那個在海上呢 加上有海浪的因素呢 就未必雷達可以捕捉到 那這個是台灣海防幫局的解釋 但問題就是說呢 你已經被中共測試到 原來 如果我直線衝過來的時候呢 你是沒有防備的 假如有十個這樣的人 分別從不同地方出發 衝上來 然後呢 就馬上在灘頭建立一個陣地 這個時候呢 縱使它是因為沒有後勤 大規模的補給 它可能這個陣地 顧守不了 但是或者它可以在這個測試整個建設陣地的時間是怎麼樣呢 可以爭分奪秒這樣 將這個建設陣地的情況 向這個總部匯報 這些都是我的猜想啦 因為這個人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被這個台灣當局在扣留 那個情況 為什麼我的飛船事件會令我想起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台灣這件事呢 就說明呢 縱使今天台海的危機這麼嚴重 台灣的防衛 也都不見得就是銅牆鐵壁 還有這些死角位 或者盲點 是可以給中共的軍隊利用的 是吧 所以就是這件事 那個比喻呢 就是現在這個氣球事件呢 能夠大搖大擺地由中國西部呢 飄到去美國這個蒙特萊州 那這個中間 是不是可以給中共測試到 美國那個防空系統那個脆弱 或者那個預警系統的失靈呢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可以縱使這個氣球不裝任何武器 但是都去達到軍事目的 就是偵察美國的預警系統 第二個可以考慮的軍事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試驗這個產品的性能 就是現在這個氣球 原來呢 就是這個直徑呢 是成200英尺那麼高的 它可以載一架 即是中型的噴氣式的飛機 或者有人用三個 三架大巴士的飛機 那這個重量 那好了 那這個產品它做出來之後的性能是怎樣呢 那你凡是武器都要經過試驗的 是吧 當然我相信它在試驗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一定會在內地 就是中國自己的領土上面進行試驗 是吧 但是呢 經過譬如經過多次試驗之後 覺得可以達到實戰的作用的時候呢 它是不是都需要來一次長途的演練 是吧 然後才可以探測到這個氣球的實戰的能力 那所以呢 它就會 就是有這個動機 是通過一個這樣的行為呢 是去測試它的產品的性能 那這件事情呢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這樣做呢 就為中共將來發展這個平流塵武器呢 是提供一些很實際的數據了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這個是軍事上的目的 縱使它這次不是來襲擊美國 但是它都起到重要的軍事作用 就現在這個位置就將它會變得很坦白 就叫它變得很坦白 然後呢 會進去上面 現在應該會有一個融蝗 有一個影響的... 感谢观看